各位女士们,今天的四经金句是 我是上主你的天主 你该听从我的声音 参考圣名81篇11、12、两节 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欧塞瓦仙芝书 这位仙芝真是命苦 他喜欢了一位妓女 并且娶她为妻 生了两个儿子之后 这位欧塞瓦的太太离开了她 欧塞瓦当然很伤心 但就去取回她 竟然接纳她 不计前嫌 欧塞瓦从这个经验当中 她反省到天主和以色列民族的关系 以色列民族虽然一而再再而三 对天主不忠 离开天主,没有手好盲弱 但天主就比欧塞瓦更加多多少倍 即是来到邀请 狠求以色列民族 以色列的人民 回到天主身边 很能够让天主去爱他们 让天主去医治他们 所以我们今天这句圣经金句 非常贴切 非常漂亮 我是上主你的天主 你应该听从我的声音 好像声泪驱下 好像天主在人面前 狠请人 哀求人 听他的话 回头 不要再远离 不要再走远 天主的声音在哪里 今天我们怎么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若望纽曼书基一位圣人 他告诉我们 他很强调 他说我们的良心 其实就是天主的声音 良心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他真正是一个响道 引领我们人的生命走向天主 特别在两个层面上 在宗教上 和在伦理独德上 他说良心首先 叫我们辨别出对和不对 所以有个道德感 然后也有一份责任感 就是要承担 背起这个责任 要去做对的事 不要做错的事 所以有他应该在 当然 良心我们可以不听 所以要掩住良心 但是天主的声音很奇怪 就好像良心的声音 他不会收声 虽然他很小声 他不像广告 或者一些政客 或者用抗音机 大大声霸着我们的注意力 不是的 天主的声音是很微弱的 不过他不会收声 直当是听他 如果不是我们的心 会非常不安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我不知道今天的良心 你的良心 对你说什么 让我们静下来听 或者我们很难受 不想听 但是我们走不掉 我们走不掉 我是上主 你的天主 你该听从我的声音 圣名81篇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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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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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